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华电信499只乱信大批民众前往门市排队,不过却苦了员工,中华电信员工几乎都每天加班超过12小时,甚至有员工爆料一天要上班19个小时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中华电信门市员工林先生指出,5月11日当天上午8点就上班,但是到隔天12日凌晨3点才下班,根本不是先前中华电信声明中说,只是让同人工作晚一点,且加班系统设定一天只能加班4小时。 她质疑,一天要上班19小时,员工怎么能不崩溃?另一名员工邱小姐指出,活动开始之后几乎全员连续加班,她自己也是昨上午8点上班,凌晨3点才能走,加上很多地方叫号机都坏掉,都得用人工用喊的。 邱小姐无奈地说,声音都快哑掉,喉咙超痛,而现在部分门市还开放先收件,再处理,这也只是轻松到客人,员工们后续都还要持续加班处理。 Culture